我国哪个省民风最彪悍? 你以为是东三省? 错! 是下面这三个省 要说我国哪个省民风最彪悍?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东北地区 因为高大魁梧的身材 豪爽直帅的性格 加上富有感染力的东北方言 东北老铁可谓是火遍大江南北 但这种彪悍更多的是外在表现 而我国有这样三个省份 那真是人狠话不多 民风彪悍到令人瞠目结舌 你知道这三座省份是谁吗?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视频一起了解一下 广西狼兵一说到广西 很多人第一印象一个试远 一个是穷 虽然东面于我国的第一大省广东接壤 但丝毫没有受到周围省份的辐射带动 加上广西省内多山地 西南又与越南接壤 更加制约了广西的经济发展 但广西人的彪悍却是刻在基因里的 这也与广西复杂的环境相关 由于广西位于云贵高原东南部 周围几乎被 山地高原包围 所以相对比较避色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存 自然会养成刚毅隐忍的性格 历史上 广西便是历代君王非常忌惮的存在 秦朝时 秦始皇在对抗匈奴时 只在长城放置了三十万大军 但是对抗西欧却放出了五十多万人 而当时的西欧就是如今的广西地区 到了明朝中期 狼兵一词便开始从广西军队中流传开来 明朝时 西纪光带领六千狼兵进入福建对抗倭寇 不仅从未战败 战损比例也微乎其微 在当年飞夺卢定桥时 广西人路漫漫骑修远西 广西狼兵用他们的建议 团结 无畏的精神 在历史长河中写下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 虽生于穷山恶水 但却不出刁民 闭塞的环境也造就了他们的老实本分 但是骨子里的铁血是无法磨灭的 有时他们是真上 毕竟广西狼兵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 无相不成军湖南是一个被山水环绕的省份 也是我国网红大省 美景 美食 美人应有尽有 因为旨在洞庭湖以南 所以叫湖南 早在汉代时 湖南便有着三香似水的称谓 这里是一个人杰地灵 雾华天宝的绝美圣地 除此之外 因为湖南淫辣文明于世 所以当地人的性格也像辣椒一样火爆直率 毕竟自近代以来 湖南人才辈出 收复新疆第一人左宗棠 曾国藩以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等诸多伟人皆诞生于湖南 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曾国藩就曾点名指摇湘军 至此以后 上午精神便刻在了每一位湖南人的骨肉里 无相不成军的说法也由此诞生 在随后的战争中 湖军的英勇无畏和坚韧不拔至今都令人动聋 当年的湖军甚至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传承关系 父亲倒了 儿子上 儿子 到了孙子上 湖南人用他们的智慧和骁勇被我国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奇迹 如此勇敢善战 又怎么能说湖南人不彪悍呢 反骨仔第一省要说到鸣风彪悍 那肯定少不了第一反骨仔四川 但先有人知的是 四川在古代可是最喜欢揭竿而起的地方 一言不合就造反 成了个朝个代最头疼的地方 四川的地形就如同川字一样 沟壳险军 西部横断 山脉交错 其中一手南宫 是我国西部的重要防线 东部盆地地势平坦 物产丰富 又是中原地区进入西南的重要通道 由于这里特殊的地理环境 多民族聚居 距离先进文明聚集地较远 环境闭塞 当地人便逐渐养成了彪汉勇猛的匪姓特征 所以自古便有天下威乱属先乱 天下一致属未知之说 自秦朝统一以来 四川地区的起义高达几百次 当年刘邦在此地建立了汉朝 刘备也在四川建都 开启了三国鼎立的历史格局 所以四川属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到了近代 在抵抗外敌的过程中 川军也将反骨二字展现得淋漓尽致 即使上不了战场 对于四川人来说 不屈服三个字深深的刻在了几个人的话 以上便是我国人中最彪悍的三个手 不知道你觉得还有哪些少数连送的人不过彪悍